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我们这集要来讲一下影片行销懒人包里面有哪些内容 那你在这个网站的首页进来的时候 如果你是直接点击懒人包的系列课程 点击进去之后 懒人包系列课程的主要目的就是 它是一套一套包套的课程 它没有把它拆开来 它是一整包一整包的贩售 所以网路行销懒人包跟影片行销懒人包 其实目前是搭售在一块 而且是最划算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网路行销 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影片行销的效果最好 包含Facebook的影片广告也是成本最低 然后点击效果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网路行销懒人包的 这个跟影片行销懒人包的课程 我们包套一起贩售 最大目的是希望大家两个你都要学会 否则的话你只会网路行销 可是你不会制作影片 那你的行销的这个效果会差很多 然后在影片行销懒人包里面呢 我分为目前分为九大课程 本来也是只有四个课程 然后慢慢又增加到九个课程 那后来增加这些课程其实也是免费的 没有再加收费用 所以如果你越早加入的话 其实越划算 所以这边有提到影片的制作与技巧 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看一下 那如果你是已经付费的学员 你直接点击进来 然后输入你的账号密码 就可以login看到这个画面 那如果你还不是会的话 它挑出一个账号密码登录 你会进不来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边有介绍一套叫Captesia Studio 这套软体 它是目前全世界用的最广泛的荧幕录制软体 那荧幕录制软体就是你可以做很多教学 不管你今天在各行各业你要教的东西 假设是教电脑软体的话 那它直接录制电脑画面是最方便的 那各行各业都有相对应的软体 比如说会计系统 经销存系统 购物车系统 网站加设系统 像我在教的这个 或者是Photoshop 我也有教Photoshop的这个简单的 这个图片的编修系统 或者是相片处理的编修系统 或者是中文输入法 或者是PPT简报教学等等 或者是Excel教学 不管只要是任何你的产业 会用到的电脑软体 你都可以教 这个也是我非常鼓励大家 去做网络创业的数位内容资产 贩售的超低成本网络创业的方法 而且它销售的利润其实是最高的 那在这个Contasia Studio里面 它就是可以去录制你的电脑画面 然后其实录制电脑画面的软体 不只有这一套 有很多免费的软体也可以录制 可是这一套它是收费的 这套是收费的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它 录完萤幕画面之后 它可以去做后置编辑 所以这边有很多细节 教你怎么去做后置 你看它有这个编辑画面 看起来很复杂 可是用起来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把元件拉进来 然后丢到这个时间轴 然后可以去做混合编辑 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用手机录影的画面 或者是用相机录影机录影的画面 直接把它拉进来 然后跟你这个电脑桌面录制的画面 把它结合在一块 把它编辑在一块 像我这个录制的影片 然后跟我的简报PPT PowerPoint的简报 把它混在一块一起编辑 那有很多免费的录制萤幕的软体 它是没有办法做后置编辑的 它是录完一个档案 那就是一个档案 那第二个好处呢 是它这个软体 录制完的时候 这个声音 跟影像的轨道是可以分割的 也就是说你不喜欢那个声音 你就把声音拿掉 自己做配音 或者是你可以混合 就是麦克风录制器的声音 跟这个电脑本机发出来的声音 两个音轨 它都可以同时录得到 而且可以同时拆分开来 要或不要 你就可以自己把它Delete掉 删掉 或者是把它结合再快都可以 这就是这套软体在墙的地方 所以这一套软体 我们在这边花了很多影片章节在做教学 这一套就是Camtasia Studio的软体 好 接下来呢 YouTube的影音操作案形象 我们把它点击一下 好 这边有制作一个影片吸睛的十大关键 这个是国外的人录制的 然后我这边把它放成中文版 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想要利用YouTube的影片 不管是不是YouTube 只要是影片 那你把它上传到YouTube去的话 这个YouTube平台很棒 就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行销的频道 那你怎么样去吸引别人 这边有十大关键 教你怎么去做 那我也因为看到国外这个影片 我受到蛮大的启发的 譬如说我举例 那我之前有常常做一个跟客户互动的影片 那互动影片 什么叫互动影片呢 就是客户提问 我回答 我用影片的方式去回答 那这个跟客户达成互动的效果 那我用那个Lite Ad去发送 群发给四千多个客户 然后四千多个那个潜在粉丝 不一定是客户 客户是指成交的成交客户 那潜在客户 那他们跟我互动 那我就用影片去跟对方互动 这个成效非常非常好 那增加信任感的效果也非常非常好 所以后来的业绩也做得不错 然后再来是 它可以把YouTube影片转成MP3下载 这个不用钱的方法 然后呢 它可以把手机的影片 转传到电脑并上传到YouTube上面去 这个教学 那或者是呢 你自制的影片上传到YouTube上去 你必须去做一些设定 让你的影片的曝光度更高 达到那个SEO的效果 容易被搜寻 增加被搜寻的几率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YouTube的功能 还有一个功能是蛮棒的 就是可以去把注解的外部影片连结做设定 也就是说 YouTube影片播放的时候呢 可以挑出一个注解文字 点击之后呢 连结到你自己的网站 自己的官方网站 那个功能比较复杂 可是那个网站 那个功能蛮棒的 就是YouTube 假设你YouTube上传好几百段影片 那每一段影片呢 上面都会挑出一个注解文字 点击之后就可以连到你的官方网站的某一页 假设你有一百样商品 分别呢 每一段影片就是连结到某一个商品去 某一个商品的影片就连结到某一个商品的页面 那这样它导购的效果其实非常非常好 那我有80%的客户 坦白讲不是从我的付费广告来的 而是从YouTube来的 这是我之后调查才发现的 我就不晓得我花那么多钱等广告要干嘛 好然后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Vimeo Vimeo它是一个可以把影片锁码的一个平台 但是它是付费的 一年大概3000块左右 那它的好处就是 比如说我这个会员网站 我把它放在我的会员平台里面 那你看它这边 你会看不到平台的 你看不到平台的那个网址 即使你按邮件内容去看原始码 也看不到那个平台的网址 你看到平台网址 可是连过去之后呢 会无效 这个是Vimeo才有办法做到 YouTube没办法 YouTube它直接 找一段YouTube的影片给你看好了 这边有个免费课程 这边都是YouTube的影片 好你看这边 如果是YouTube的影片的话 好然后一旦我播放的时候呢 这边会有个YouTube的logo 所以一点击之后呢 人家就会跑到这个YouTube的网址 只要把这个网址传给他的朋友 那你就收不到钱了 所以YouTube没有办法去锁定 你的影片不被看到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影片放在Vimeo的原因就是这样 他才有办法锁住你的影片 不要被看到 所以呢 我们做好的付费影片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 放在Vimeo上面这个平台 然后这个平台呢 我这边有做一些说明 怎么去设定这个隐私权 还有特定网友下面才能播放 那你就可以跟我一样 这边看不到Vimeo的logo 即使他看到了刚刚的那个网页的程式码 连过去也没有用 一样看不到 那他只能够在这个网址下面 才能够看到这段影片 那这个网址呢 他一定要登录账号密码 他才能够看到这段影片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Vimeo 就是因为我们要贩售这个影片教学 所以你只要会使用这几个功能 会录制影片 会把影片锁码放在自己的会员网站 那会员网站呢 我们在网络行业栏包里面有教过嘛 会员网站机制 会员机制 然后会员机制再去搭配这个索码的影片 你就变成跟我一样 你可以跟我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就是把影片教材放在这个你自己的 会员网站里头 然后贩售帐号密码之后 再去开通这个会员帐号密码 那当然如果你要录制影片的话呢 如果你可以做得更进阶一点 像我会去用单眼相机 或者偶尔我会用手机去录音 那单眼相机呢 其实我这边还介绍了很多这个 单眼相机的一个拍照原理 最重要是什么 光圈ISO快门 光圈快门ISO 那这边有一个一段影片 很详细的讲解 然后搭配这边的素材 让你去知道 这个光圈快门ISO 它拍出来的效果其实是怎么样 那你只要了解单眼相机的这些原理啊 你拍出来的相片跟影片 跟录出来的影片 其实品质就非常好 然后这边有个单眼相机的录影教学 我们把它点开看一下 单眼相机的录影教学 这边有教 你怎么去用指向性电容麦克风 无线麦克风跟单眼相机 怎么去结合使用 那大致办的放置方式是怎么样啊 使用啊 放在上面跟放在下面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边都有教你 然后去哪边买这边 我也有做这个露天的连结给你去购买 那Photoshop的图片编修呢 Photoshop的图片编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图片编辑软体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免费的图片编辑软体 之后我们如果有录制新的免费的图片编辑软体 我们也会把它放进来 然后也不会再收你费用 就直接来里面看就好了 那这个是Photoshop的部分 然后呢 吸金的简报制作 这个吸金的简报制作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如果你会用CMTESIA去录制电脑萤幕的话 那除了录制软体的操作步骤之外 你其实可以用PPT 就是PowerPoint的去制作这个非常吸引人的简报 然后再用刚刚的这个CMTESIA软体 去把它录制下来 像我现在就是在 有没有我现在正在录制 我现在讲的这个课程内容 好然后呢 这边我录制很多将PPT转成图片档的方法 吸金的简报制作 我这边还有简报制作的这个范本让你去下载 有没有 所以这个简报制作很重要 你把这些技巧都学会的话呢 其实你就可以制作非常漂亮的影片 好再来呢 GIF动画 GIF动画其实在简报制作里面也很重要 就是你只要会做出会动的 会动的这个GIF动画的话 那我们在像这样子GIF动画它会自动跳嘛 那这边也附了一个软体让你去下载 你也不用再去购买软体了 好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影片行销 懒人包里面的内容 那之后呢 一样如果有影片行销相关的东西 我们在新增的时候呢 一样不收费用 但是仅止于终身会员 所以只要每个月呢 我不定期会举办就是 OK我们终身会员招募开始了 我当月只限定五个名额 那你就赶快加入 那因为那个终身会员是最超值的 CP值是最高的 那如果你是终身会员的话 我这边再持续新增内容呢 你都不用付费 OK好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 影片行销懒人包的这些课程内容哦